大家好 欢迎收看全国的一用 我是主持人徐国勇 首先要恭喜我们台湾的棒球队 今天在世界十二强赛 复赛中以8比2击败了美国 写下21年来对美国首胜的记录 大家看得很欢迎 所以今天本来我笑还有个直播 勇哥跟你讲的直播 今天就是为了棒球 所以今天我们这勇哥跟你讲的 YouTube的直播 也没有播出原因就是这样子 不过在大家高兴时雨 我们还是要来关心政治的一些事件 这几天引起各界关注的劳动部 公务员遗招霸凌而轻身的案件 今天不但总统再次的道歉 当事人分书长谢一龙 也自拍影片来道歉 不过大众对于谢一龙的道歉 似乎并不拧情 为什么呢 好像觉得疑点蛮多的 到底公务员 他在生前碰到了怎么样的一个委屈 明明年初有人检举霸凌 为什么没有适时而适切的来制止呢 这整个单位出了问题 目前各单位还有多少霸凌的情况存在呢 霸凌的情况到底在哪一些地方会发生 中央地方都有 包括国民党执政的县市也一堆 所以我们要问要把这件事情变成蓝绿呢 还是说我们应该来好好的检讨 这种霸凌事件 是不是因为特殊权力关系的这个概念 没有在我们民主落实 这才是真正的问题 所以大家都希望能够获得有效的一个处理 另外呢我们要来关心北柬同意朱雅虎 他来聚保停压 这个对柯文哲到底是好还是坏 大家都在问的时候 另外同时申请了严压李文中两个月 严压李文中两个月是不是朱雅虎 他把净化成弊案的案情都交代清楚 而李文中没有交代清楚 所以呢严压呢 柯文哲的处境会不会更不妙呢 每个人都在问每个人都在关心 我们要好好的来探讨 现在我来介绍我们今天的来宾 第二位是我们的知识媒体 邱明玉 明玉 永哥好大家好 再来我们的财经专家 许清晃清晃 永哥好大家好 我们政治评论员张医生 医生永哥好大家好 再来我们的台中市市议员周永宏 永宏永哥好大家好 我们的知识媒体员陈明峰 明峰 永哥好大家好 再来我们新北市的市议员李家凯 家凯永哥好大家好 我们看看分署长他道歉了 可是这个道歉有人说 似乎好像很勉强 似乎大家都不拧情 为什么呢 看个相关报答 非常对不起大战 鞠躬道歉 霸凌事件后 神隐至今的劳法署 北分署长谢怡荣 终于露面上传影片 这几天 为什么没有出现 是因为非常非常的悲痛 也非常的自责 因为个人的言行 领导方式 管理方式 沟通方式 即跟别人互动的模式 所造成 这样悲痛的 事情 谢怡荣与戴梗叶 整张脸皱在一起 好几度低头说不出话 向亲生的同仁和家属道歉 我必须 向亲生 离开的同仁 表达 对不起 我没有 及时 发现 及给予 协助 我要尊重的跟家属 抱歉 对不起 我没有保护好 你们的孩子 你们看到的是 一个冷冰冰的遗体 整段6分50秒的影片 谢怡荣总共道歉11次 但还是没有承认 不当对待同仁 只说没有及时给予协助 更被抓包 他总共憋嘴63次 却一滴泪也没留 为什么一个分署长 其实分署长 他连三级机关都不是 三级机关下面的机关 才11只等 为什么可以这么嚣张呢 大家在问 鳄鱼的眼泪 谢怡荣道歉 IP说 他没有诚意 怎么样一个没有诚意呢 每个人都在问 所以明玉 怎么来看这个事件呢 事实上今天这个谢怡荣 拍了七分钟的道歉影片 确实如勇哥所说的 大家会觉得没有诚意 第一个就是说 大家觉得这个是被 舆论逼出来的 如果你有诚意的话 第一时间 包括这个无缘亲生的告别式 你就应该去 至少你要去跟家属制个意义 告别式都没有去 太离谱了 好那第二个 第二个就是说 他告别式没有去就算了 但是他第一时间我们可以看 他发了一个这样子的声明 一个A4指这样的声明 可是他却透过律师 发了五页十二点的这个声明 所以这个我们这个这几天 大家都在讨论 大家都会觉得非常的气愤 那这个其实绿色声明应该还是他想讲的 这为什么说他昨天这两天的这个动作 这个等于舆论整个哗然 所以他今天才出来这个道歉 拍了一个道歉的影片 那他拍了这个影片 大家不买单 大家会认为说 今天不是这个 这个劳动署有说 本来是要叫他直接出来 面对这个媒体 或是面对社会大众出来道歉 可是他只拍了这个影片 而且甚至劳动部还说要联络他 他还以读不回 这大家都觉得奇怪啊 平常你去公 你去发那个简讯 发那个line的时候 你不是要求你的下属 五分钟 十分钟 你马上就要回吗 而且他在下班时间 还随时在发简讯 指挥公务员下班时间做事 为什么现在人家发个简讯 给他他以读不回呢 对 没有以读 是不读不回 对 你在发简讯 你要求人家五分钟 十分钟 而且假日发简讯 你要马上回 不回的话 还会被公开咆哮 还被公开辱骂 结果今天你的长官 你的上署 发line给你 发简讯给你 你不读不回 那你的诚意何在呢 所以为什么讲了这么多 他今天公布了 这个七分钟的影片 大家会觉得不买单 还有另外 我觉得网友的眼睛也很尖 包括就是说 大家会觉得 他的这个角度 有人认为他的角度 全从头到尾 七分钟都是仰角 就是那种那个态度 那个态度好像就是 大家还要在仰望你 你还是一副高高在上的那个样子 再来就是有些媒体说什么 他痛哭 可是等于说大家看着他 看得很细 那个影片 我也看了两三遍 他没有眼泪啊 就是没有看出 有任何一滴的眼泪 你是看不出来 所以想哭 但是哭不出来 所以换句话讲 没有眼泪吗 全程憋嘴哽咽 网冠报说没眼泪 而且网友的眼睛很细 还说他是六十三次的这个撇嘴 还帮他算 所以等于说他今天这个道歉 大家会觉得说这个你对不起 我没有保护好你的孩子 那没有及时发现给予协助 同时他也不会再担任分署长 署长的职务 其实这个这个话 大家也会听不下去 你本来就已经被两大扩免职了 怎么会说 我不再担任这个分署长的职务 那另外他会深切检讨 配合调查 事实上还有人也怀疑 这个影片是前几天就拍好的吗 因为不是有一说吗 他就说他跑到国外去 因为他就说他这个不会辞职 但是他会先去国外看他小孩 所以也有人怀疑说 他这个影片是不是 这个前几天就已经先拍好了 这个不晓得 但是我们来看 他的这个七分钟的影片出来之后 包括你看一片的舆论 这个马上网友就痛批说 你怎么不直接出来说 要道歉怎么不去临堂道歉 你明明是加害者 你哪来的保护受害者 再来他就会有人说 到底是谁帮你拍的 看完之后感受不到任何的诚意 认为只是司法攻防的第一波 那我觉得这个网友讲的最贴切 身为一个母亲 你在霸凌别人同时 有没有想过你的小孩 如果被别人霸凌 然后亲生 你是什么感觉 那最后有人讲了 几眉弄眼 一滴眼泪都没有 原本来以为是道歉影片 原来是影后版的更新 所以你可以看到 从他之前的这个道歉 到今天的这个影片 其实大家都不接受 接下来有人认为说 为什么这个谢怡荣的这个背景 这么硬 态度这么强硬 因为这个林志群律师 有帮我们解析 就说如果政务官一定是道歉下台 可是他是公务员 要拔掉他的身份 是很难的 确实 第一个原因是因为劳动署 之前的那个报告 你说用那个之前报告 又说他什么利益良善 目的良善 你要用这个报告 你都已经说他利益良善了 那你怎么用两大过来让他免职下台呢 所以他劳动部的那个报告反而是成为他脱罪的一个最好的理由 因为那个报告也写了 就说他的这个无性的这个死因 跟无性的这个资讯工程师的死因 跟他没有直接的关系 那所以你怎么可能用这个两大过理由把他免职呢 所以才说这个劳动部的报告要退回重做 再来就林志群律师也说 公务员只要不贪污 不犯大错 你要给他降职庭薪都很难 那更不用讲了 你还用两大过把他免职 所以公务员看起来这个谢宜荣 是不是也可以提行政诉讼 要求废弃原处分 好 那我们最后要讲了 就说如果他未来 接下来要走行政诉讼 这个两大过的免职 一定会被废弃掉的 这我刚刚分析过 那现在看起来新北地检署也出手了 除了这个厌恶郭是致死之外 另外也要查 是不是从公家前 中保私囊也要调查 因为有说包括他来电费也暴增 然后是不是也有还要指定 指定这个厂商 他的礼物要客制化 另外他花钱请客也不手软 有四万多块的这个公堂 所以是不是拿公家前中保私囊 那另外接检调侦查 谢宜荣涉霸凌案 劳动部也要调取资料 同时启动防逃机制 就我刚刚讲的 大家有怀疑说 那个影片是不是前几天拍的 搞不好他人已经不在国内了 好 那最后要讲了 就是说对于检调 对于劳动部这件事情新北地检署很低调 说不被证实 也不排除未来会约谈相关的人事 所以我们看到了名誉的说明 大家都了解 大家对于他的道歉影片 完全不买单 所以我们要看 要让大家看 这是中央的问题而已吗 我们要先让大家看台北市社会局公务员 气宿遭霸凌 透过IRS系统救济结果被挡掉 台北市哦 再看看 议员也抱台北市公务员被霸凌 还遭长官伸贤猪手摸屁股 似乎也没有很具体的行动在调查中 台北市公职霸凌一年七十二件 许舒华说不亚于一般的企业 还有看看台北市政府27岁的女科研 坠楼王遗书铺说对不起家人 所以我们发现这是劳动部的问题吗 被霸凌压力大37岁的区公所女主管 陈思家中 新北阵风处说均非事实 不过天南地北不到双北 新北公务员连良史职员怒喊判主公会 所以看看台北新北都有 新北女职员青森案遭监察院纠正 绿批侯友宜未道券还押新闻 侯正宁说卫生局谦虚已对 就表示他并没有否认 所以新北都有台北也有 再看中市府市员工实在市府 府方说官讯员工身心 公务员说他只会私人选举 你看看 2022年9月26日 主机处助理市府坠楼 2022年5月7日运动员员工过劳暴毙 2023年8月30日实安处员工坠楼 2022年10月18日精华局科研市府坠楼 这是台中市政府 所以中市卫生局强调绝无职场霸凌 真的吗 所以大家在问的时候 我们再来看 找谢宜龙来还改记录 李正奥曝皇国商办公室的公文 网算说太离谱了 单单这几件 请问谁 在包庇 这个分署长 还有这个问题 真的只有劳动部吗 我们看看台北市政府 新北市政府台中市府都有 所以换句话讲 我们应该来面对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 应该不是中央或者地方的问题 而是整个整体上制度的一个问题 所以有人说是不是特别权力关系 我们以前知道公务员 必须服无限制的劳力 无限制的公务 而且绝对服从 这是特别权力关系 可是特别权力关系 已经被大法官解释废弃了 为什么这些公务员还有这些观念 这是真正的问题在这里 对 这个问题 我先分两个部分来讲 第一个是先回答刚刚勇哥的问题 其实公务机关 现在有好几个部分 从中央到地方看起来 都自己制成一个像小王国一样 长官就像国王一样的状况 所以在过去这几年 公务员职场霸凌 或是相关导致亲生的事情 其实这几年是很多的 只是劳动部这一件 应该是因为他的情况 真的是太夸张 而且从二月的时候 一直有他的同仁要检举 所以他的事情到现在 让大家才会注意到 这整个过程 所以我们要讲说 刚刚勇哥所说的 这个文官体制里面的 这相关的问题要检讨 这是第一个部分 那第二部分 我们还是要回到现在在谈的 关于这次的劳发署的北分署 这个谢怡荣这个案子 还是要把他讲清楚 今天他为什么要出来 做这样子道歉 然后被大家罵翻了 为什么 因为他其实在今天 有两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发生 拿两件事情 第一个是谢怡荣呢 在事发十一月四号 他的同仁 无姓的公务员亲身之后 你知道谢怡荣第一时间 那个事发地点 因为当事人死亦胜奸 所以他特地选到这个四楼去 而且时间是他四十岁的时候 然后同时是在十一月四号 所以大家看这关键的四个四 然后再加上他的电梯呢 他的大体被送离开电梯 也是四号电梯 所以你就知道当事人 其实他真的是要表达出一种抗议的味道在里面 只是谢怡荣当时呢 他希望能够淡化处理 所以事发当天 他自己的办公室在三楼 他也不敢到四楼去 他也不敢到四楼去 他是用LINE 然后传讯息给他们这个北分署 里面几个主管 然后到后来十一月六号 你知道谢怡荣十一月四号到十一月六号 这段时间在干嘛 定调 定调什么事情 定调说 来给大家看 定调说家属的反应 他帮家属代言 他还帮死者代言 代言什么呢 第一个他定调说 家属是唯一要求说 就是这件事情要低调处理 不对外 这是谢怡荣在殷党里面讲的 而这一段殷党 谢怡荣在哪里讲的 在他们北分署的二楼 把同仁叫过来叫过来讲一次 到三楼四楼 把同仁叫过来再讲一次 前后讲了三次 就是要定调告诉大家说 家属希望不要对外 然后第二个他讲什么呢 他讲说透过通灵人的转达 这个通灵人跟死者对上话了 然后死者说他走得非常非常的平和 不但走得非常非常的平和呢 他说这个死者呢 谢谢父母也谢谢北分署 给他很多的爱 他帮死者代言 然后他也帮父母代言 代言完之后呢 他要同仁怎么样呢 他要北分署的同仁 绝不允许任何人在外面缩嘴职场霸凌的事情 他这一段定调 勇哥这段定调的内容呢 他在讲什么 他在讲的就是说 这都是他的父母要求 我们要低调 那你去看黄国昌刚刚那个内容 黄国昌的内容 十一月四号出事 十月六号谢怡荣到黄国昌办公室去 你去注意他讲内容是什么 他在讲的也是一样 你看哦 这个在内容 勇哥看那个公文的部分 含的部分第二点 说明的第二点 然后在下面 再看第三行的部分 家属的希望是这样子的话 我们绝对不会让北分署或家属经历第二次伤痛 请问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来大家看 委员办公室主任表示 理解并不并支持不渲染 不让家属经历第二次伤害 深表同感爱痛 本案将如实于黄国昌立委报告 若北分署有需要协助之处 请不宁开口提出 黄国昌办公室还在帮助这个分署长 说谎话吗 他买单这个分署长所有的说辞 所以这个分署长说辞说家属希望低调 家属不希望二次伤害 他同一套话拿去颁给黄国昌 显然黄国昌买单这个内容 所以是这个分署长内容 那我说今天为什么有两件很重要的事情 第一件事情是我们看到了家属的讲话 妈妈的讲话 我看来都觉得很鼻酸 这个无姓的公务员 当公务员人生十年的时间 遇到这样子的长官 然后这个无姓的公务员 对妈妈来讲 这是优秀的小孩 他新庄高中第一名毕业 然后这个中央大学 中央大学的硕士 然后个性又好 他的同事说你知道他个性好到什么程度 永宏 他就是那种这个早上上班的时候 会帮你带早餐的那种同事 这小孩就是很贴心的人 然后这样的一个小孩 你知道他妈妈每天还是要等儿子回家 一起吃晚餐 结果呢 他妈妈说现在等不到 为什么 因为你知道他出事的前一天 他妈妈是有要到老北分署 去找儿子 但是保全把他挡下来 不让他进去哦 不让他进去哦 妈妈想说儿子再晚也会回家 我会帮他准备饭菜 就我那天去找的时候 竟然不让我进去 然后隔天十一月四号就出事了 然后所以这个妈妈讲什么 这个妈妈讲的是说 这个是像北分署署长讲的一样吗 说都不要对外吗 这妈妈说只求不要官官相互还给儿子一个清白 他讲的是这个 所以妈妈有没有说还儿子一个清白 妈妈是有说的 但是北分署署长凭什么替他在外面去讲说代言说他就只是要低调 然后家属呢不要经历二次伤痛 所以整件事情呢 连同第二件我要讲的事情就是新北地检署 今天到劳动部去调资料 为的是什么 你以为为了只有单纯为了这件事情吗 错 他是为了另外一份检举函 而这检举函在前一阵子就出来了 这个检举函就是这位无姓公务员的同事 他在质疑说 他里面质疑三件事情 第一个 你有没有用公家资源呢 就为了你种的植物装轨道灯 装轨道灯害电费暴增之外 后来又有编了一些预算 植栽是跟这个有关的 这是一个 第二个他里面在讲说你的礼品花费 永哥你知道礼品 这个一般民间 我们大概就是采购完就送人 对不对 他是我要订酒 我要订饼干 我要订咖啡 我要订什么 订春节礼盒订肉干 这些东西的外包装 礼盒都要找设计师重新设计过 所以要设计费在里面 然后再加这个东西的费用 所以像这个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像酒 他采购了番薯酒 从金门采购 采购番薯酒的原酒 十九万多 结果这个酒的设计费十三万六千一百二十块 设计费跟他酒的 跟酒采购原酒的费用 已经快要差不多了 你有没有看那么夸张 这些项目每一项都要做外包装设计 请问是为什么 所以他同仁直疑说 他不但这样子 而且好几个案子都包给一个他个人私交喜好 他认为跟他之间交情比较深的讲师 在这个情况之下 请问在这个同仁的质疑 有没有图利的问题呢 所以现在讲的官要查了 不过在这里 我们要从 我们知道这件事情有行政 有司法 司法里面还牵涉到刑法跟民法 所以责任不是这么容易 就釐清的 尤其刑事里面 已经有人去告诉说 他的亲身跟霸凌有没有因果关系 如果有因果关系 有故意有过失 那可能就会构成过失致死 等等相关的问题 好 我们的司法 就让司法让检察官去处理 我们暂时不说嘴 为什么 因为我们现在不知道状况是怎么一回事 不过 虽然不知道状况怎么一回事 人往生是一个事实 你霸凌是一个事实 中间的因果关系 至少在行政 伦理行政的领导统预议上是一个事实 所以何佩山要负政治责任 准辞 我看他不辞也不行 虽然他是好朋友 跟我交情还不错 但是我要讲实在话 他不辞也不行 报北分属二月申诉被辞案 现在有人讲了 那这件事情不但行政院长道歉 赖总统两次的道歉 再看看 卓榮泰指定陈明仁站代部长的时候 这是常务 常务次长 可是当时有机权员工检举他 由王安邦约谈他 然后呢 蔡孟良你看 说 许传胜 政务次长 所以到底谁戳掉的陈情书 如果真的有陈情书谁戳掉 所以民进党立委绝不护短 林淑芬说许传胜与谢怡龙私交甚好 立场偏颇 以不施任次长 这是民进党自己的立委讲的 劳动部霸凌案 南委离开听证会来调查 所以从这里来看 永恒 政务官当然就要负责任 政务官一定要负责 我必须讲 佩山是个好人 但是真的 他在第一时间处理 真的就错了 第一个 二月份传出痴案 你后来 其实包括那时候 这个案子开始 爆出来的是李宇祥 李宇祥把这开始讲的时候 李宇祥还在脸书讲了一个什么 我后来我问他 他有没有被关心 他有被关心 有被施压 但是虽然他脸书还写说 我就是讲 不是因为党派的关心 因为我们执政 我就不讲 我还是要去追究这件事情 那表示什么 表示当初在查这个案子的时候 案子已经开始爆出来的时候 还有人要去压这个案子吗 那哪些人在压这个案子 今天林淑菲已经讲了 林淑菲今天就讲了 蔡孟良 许传胜 谢怡荣 许明春 他们都很好 我觉得今天 坦白讲 目前是用这个两大国 把他免职 大家对于公务系统 没有那么了解 两大国把他免职 他这个到时候 行政诉讼很可能是可以 搏得回来 除非再做一次完整的行政调查 就是他的霸凌的状况 第一个 要很清楚 很严重 第二个 他霸凌跟这个 我们无缘的 这个亲生 有直接的关系 第三个 就是刚刚 那个清皇有提到的 因为今天林淑菲有提到 他说 以前 以前 那个劳分署 不需要花这么多钱 又买礼品 又去吃饭 去帮忙部长买单 帮忙谁买单 送这个礼品给谁 有没有这个事 如果有的话 我告诉你 这就不只是行政了 也不只是行事了 可能有贪毒 有阵风的问题 也未必是贪毒 因为如果送的礼物在三千块以下 这是可以收的 这个是我们的法律规定的 政风 廉政署规定 那问题 送的礼物 如果是三千块以下 是可以收的 爱马仕司机会只有三千块 如果爱马仕 那可能就不止三千块 我们要讲这个 如果是一瓶什么 二十一年的 罗约神路的良久 那可能就两千三百块 这是可以收的 而且关键在谢怡荣之前 他们是没有编这种 买礼品的预售 所以我要问的是说 这种事情真的是 这个个案 没有处理好吗 你们台中 这政策没百人吗 没百人 奇怪 怎么都在市政府墜楼 三个墜楼 一个过劳员工 过劳暴毙 这是你们台中的 台北市 台北市 新北市 我拿出来不是要说 要来讲蓝绿 而是说 如果我们公务员 还留在特别权力关系的 这个框架里面 这个是所谓的传统 最糟糕的理论 传统的理论 不但传统 而且是威权体制之下 在蒋介石 蒋经国那个时代 才什么特别权力关系 当然是从德国来的 可是德国早就放弃了 所以我们的大法官早就解释 已经没有特别权力关系了 因为我是读法律了 我非常清楚 我们在读宪法 读行政法都已经读到这个了 怎么还有这个 难道这个问题 要倒向蓝绿吗 还是我们应该 好好来正视这个问题 我觉得这个问题 是超越蓝绿 我自己也做过政务官 我们的公务体系是这样子 第一个工作量跟霸凌 其实是两件事 什么意思呢 常常这个霸凌 是某个长官 针对某一个员工 不晓得他这个长官做威做福 还是说 所以有时候跟工作量 其实是两件事 所以当每一个公务员 有这个状况的时候 其实所有的主观者 我觉得今天那个吴源的妈妈 讲了有一句话非常重要 希望不要关关相互 之所以每次发生这些事情 都会被压下原因 倒不是因为说 因为这人跟你很好 那人跟你很好 就是关关相互 每一个单位都觉得说 这最好尽量不要有新闻出去 不要有什么出去 今天劳动部就是这个状况吗 我要问的 他就是一开始就是 要把仕途把它压着 把事情压下来 把新闻压下来 然后大家才一个一个爆料爆出来 爆出来爆出来 才爆到今天何必要去职啊 越爆越糟糕 其实第一时间就应该好好处理 我们来看看这个 所有的特别权力关系 要服无限制的劳务 特别权力关系是这个意思 要服无限制的劳务 如果军人在打仗的时候 那当然是无限制的 打仗跟你自己生命有关 为国家的生存有关 这可以无限制 可是我们现在是不是打仗时候 也不是所谓的戒严时代 哪来什么特别权力关系 所以我要让大家看 民凤一遭霸凌青森 劳动部公务员家属声明曝光 悲喊说只有无止尽的眼泪 新北市议员 这民进党的 李宇翔 脸书带家属来声明说 他连卖父母白法人送黑法人的悲痛和心酸 不要来打扰他们了 他们现在只有无止尽的眼泪 看了真的是 我们都有小孩子 真的想哭 北分属青森员工留下一段话 上班超过15个小时 无缘遗书为打字 内容不到100字 提到工作压力很大 内容没有提及谢怡荣 可是我要问的是 10月22日到25日之间 无姓员工天天早上5点左右上班 下班时间最晚6点到8点之间 最长工时都超过15个小时 诶 民凤 这太离谱了吧 这个真的很离谱 我觉得我也在公务机关上过班 那我觉得 我们也不可能工作15个小时 而且不让我们报加班费的 那有可能 这不可能 我在部里头上班的时候 加班费是报 我加班到几点 就是报到几点的 怎么可能 而且我们都是8点 因为我们算有点算政务官 所以我们工作到8点 早上7、8点到8点 会有点超时 但是我们超时一定有加班费 所以你这个谢勇 你这个人实在太刻薄了 15个小时超过12个小时都违法 13个小时违法 14小时违法 14小时违法 13小时只有这12小时 但是至少要有插班费 补充一句 为什么大家这么生气 如果你被霸凌 或者你被要求超时加班工作 你要跟谁检局来保护你 跟劳工局 跟劳动部门 结果应该保护劳工的单位 自己竟然是 我来问一句话 我在当发言人的时候 你在我办公室 我什么时候叫你们加班过 有没有 我有没有过这样 我觉得 撑击 撑击 我跟你讲 你昨天讲这件事情 我就很想call in进来 可是又没有call in 你绝对没有在假日打扰我们 真的 我下班以后不打给民工的 除了直班的警察 我在当内政部长的时候 直班的警察 当然三清半夜 他还是要做事情 他们是要轮班 我会打电话给他们说 诶 譬如说半夜 有时候是警察自己打给我的 譬如说分局长 中山分局长 他自己打给我说 包部长 拔命两点跟他说 开枪 我说开枪 怎么样 有没有人受伤 他说没有 怎么一回事 两个警察 二十几个人在打架 两个警察压制不住 会制造对空民枪 我说那这样就好了 他说记者再问 你都跟他讲 部长说没事 这样子警察表现得很好 还有明天不必写报告 为了压制这个有什么好写报告了 所以二十几个人都趴下来 就通通被抓回去 我讲的就是说 我不相信劳动部一个分属 会比一个部长 我当部长都没有打电话给你们 为什么 他老是要你再加班这么久 我们当时是发言 是吗 也许晚上有些要回应 那只是零星的 对 礼拜六礼拜天绝对没有这种事 你当发言的时候 你保证你是遵守这个劳基法 而且很好的 但是我就不懂了 这个人 自己作为劳动部的官员 然后叫这个 叫员工加班加成这样子 然后你还不给他加班费 这个人真的是可恶到极点 他不准人家报加班费是太离谱了 我才造假出行记录嘛 造假 造假 造假出行记录嘛 他的出行记录 就都是正常的上下班 然后我现在要提一点 这是伪造公文书 对 然后今天佩先生是走了 没有错 那谢的这个劳动部跟我们说 要重写报告 希望你重写报告 不要再变成这个谢怡隆脱碎的借口 因为你上一份的报告 谢永借了很多地方说 证明我没有霸凌 证明我利益良善 我觉得新出来的调查报告 我觉得这个正次 请你好好的面对良心 把这个过程 一五一十的交代 尤其刚才我们看到家属的问题 家属现在到底有没有到现场 当场这个死亡的当天 有没有通知家属去现场 这个你要给我们交代 现在这个东西 他说说是叫叫叫叫护车 怎么样 是家属是家属的要求吗 还是你这个谢益隆在线上遥控 叫人家去搬动这个遗体 你有遗体损害罪 你懂吗 所以说这个部分 我觉得你现在撩倒的动部 不是一个部长下台之后 我们就不要真相 我们要真相 而且又给家属一个完整的交代 我要讲的就是说 我昨天在节目上讲得很清楚 我是读法律的 我们的刑事诉讼法怎么规定 规定了一清二楚 他规定说除了病死 以及 只要你不是病死跟非自然死亡 一定要报相验 也就是除了病死跟自然死亡 可以到医院由医生开死亡证明以外 听好 病死跟自然死亡 可以由医生开死亡证明以外 其他所有的任何的死亡 都必须报检察官相验 尤其又不是在医院 而且这个不是病死 也不是自然死亡 这是命案现场你知道吗 命案现场 一个原则要什么样 要保持现场的原状 不准去翻动任何东西 尤其不可以去移动任何现场的 任何个物品资讯等等 所以 义上 竟然 我们这位无姓的员工 往生了以后 他竟然用伦理把它推出去 也没有盖摆布 就这样出去 所以我实在是想不通 一个分属 竟然会这样子来处理事情 所以家属无止尽的眼泪 然后上班无止尽的上班 我看的实在是不可思议 我说 我不相信一个分属 会盲成这个样子 不要骗人 因为我当过部长 我敢讲这句话 我们的营建署 所有的每一个单位 都比他们 而且都是24小时的工作 我也在交通部做过 我交通部也没有 加班这要这种程度 也没有这样子 24小时 你一个分属是搬什么 你 你是不是特别针对他 劳动属会有这样子 我不相信 我们警察都24小时 都没有这样子 怎么来看 我觉得是这样 官官相护 就是像他的家属说 我们不希望再有官官相护的 这个情况 因为我们真的可以救下 无姓的这个公务人员 包含他最后一天 他妈妈想要去看他 如果让他妈妈去看了他 那个警卫没有党 他可能就没有 如果警卫没有党 也许这个事情就转还了 他就觉得得到安慰 他可能就不会去庆身 那警卫凭什么党 是不是分属上下令 说不是公务人员 不是本分属的员工 没有任何的指示 不能进来 这有可能就是 谁下的令 然后谁下的令 让警卫不能通融 让他妈妈去看他 这第一件 第二件是我说 为什么我们从头到尾 是可以救下 这个无姓公务人员的 从所谓的这个分属长 为什么可以空降到分属 谁下的令 许明春 你做部长 你推给你的署长 可以这样推吗 你不认识这个人吗 他在你办公室待过 你真的认为他试任吗 第二个 即使你认为他试任 你让他表现 106个员工 有77个离职 你难道第二年的时候 不觉得这个人工作有问题吗 这个人不适合做长官吗 你难道不会把他调职吗 第三个 今年二月的时候 李翔接到一堆的检举 一堆的爆料 你也去查了 次长也去查了 为什么次长查的时候 没有被爆发出来 没有把他移动他的职位现场 让他可以继续霸凌员工 让他可以去抓内鬼 我要告诉大家 次长走了 次长反而走了 分属长反而没走 分属长没走 结果职务比他大很高 大很多的 14指等的走了 11指等的留下来 我一直搞不清楚 这为什么 调查报告 然后我也要问 就刚刚讲的 你刚刚讲 其实昨天的资讯说 102个人里面 80几个 80几个 应该是80几个 好 我要问的是 昨天 有媒体 那有我们的来宾讲 6个科长 有5个离职 我一直想不通 我为什么想不通 他有21个主官 包括主任级的 我为什么想不通 就是说 我记得我在当部长的时候 我大概每一个月到两个月 我想我们人事主任 现在退休了 他可以坐证 我每一两个月 一定找他来一次 我们的调动情形怎么样 我们的人员离职状况怎么样 这个单位如果离职人很多 我就问他状况怎么样 你要给我讲清楚 可是看起来都很正常的时候 我会注意到什么 这个科长久之等 他为什么要降掉 我问他 这个科长为什么要降掉 你要告诉我 他说 要去把他问清楚 问清楚回来说 因为他家里 住南部 父母亲 因为生病等等 他回去照顾 可是没有缺可以调回去 所以他只好降掉 那这个理由正当 我们就不怀疑 如果不是的话 公务员很少自愿降掉 他为什么自愿降掉 所以如果这个单位 很多人离职 很多人自愿降掉 显然这个主管 他的领导统预就有问题 所以我们当时 我们当部长是要注意到这种细节 我一直在想不通 易善难道这个细节 你们当注意了这一些次长 当然佩生也是好朋友 我也不能苛责他 可是我也要讲 你怎么没有注意到这一些状况 说这个分数长 你两年内八十几个人调职 很多人要这样请求调降掉 就显然他的领导统预有问题 他就应该去注意 所以有好几个迹象 即使你许明春说 我跟他不熟 那你从数字数字冷冰冰的告诉你 这个人不适任的时候 你为什么没有换掉他 官官相互 我直接讲 包含许传胜 我说真的我也认识许传胜 你为什么调查报告 会写利益良善 结果这份调查报告 现在变成谢怡荣的遮羞部 变成未来他打刑盛诉讼 打司法诉讼的时候 你公部门给他的一份理由 说责任不在我 公部门出了 劳动部出了报告就不是我了 就算利益良善 也无解于分罪的完成 所以为什么要重启调查原因 在这里 你不能让劳动部的报告 结果变谢怡荣的遮羞部 不只是要重启调查 行政院工程会要下去 监察院要下去调查 不只是现任的部长要下台 之前的部长有没有责任 许明川有没有责任 许传胜有没有责任 全部揪出来 才能证明 他们真的不是成局的人 家凯 找谢怡荣 然后记录出来了以后 还找来第二次要改记录 李正澳报 黄国昌办公室的文 网酸说太离谱了 所以我们立法院最灵活的胖子 叫做蔡逸宇 当然我是常常跟他开玩笑 民进党团的书记长蔡逸宇说 黄国昌称自己被骗 应由黄国昌说明 他跟谢怡荣互动的过程 除了林北好游可以骗过黄国昌以外 没有人能够骗过黄国昌 黄国昌不是很利吗 什么都懂吗 什么都厉害吗 这么容易被骗 已经有一个人往生 他还这么容易被骗 我觉得这是不可思议 也就是说他对人命 黄国昌对人命不在意 对没有错 而且永哥你看一下 其实这个会议记录 我觉得最重要是第一次 会议记录结论曝光 第一次就是右上角那边 最后一段的红色部分的最后一行 如果北分属有需要协助之处 请不令开口提出家属的角色在那里 为什么只有北分属需要协助 那后来的会议记录改成什么 分属或是家属有需要协助地方 在不令提出协助吗 为什么第一次会议记录里面 你们就在 显然他是偏颇 看起来是站在分属那里 我不能去下结论 但是可以看到在李宇翔爆发 这个过程里面 黄国昌他的办公室 他在一个立委的一个角色里面 他没有发挥他监督北分属的责任 因为北分属他中央在管的 所以现在我认为黄国昌 现在全国都在讨论这个议题的时候 你要不要去指责一下 我觉得你可以邀请李宇翔 去上你的节目 对不对 第一个可以讨论什么 民进党内部的派系斗争 可以讨论 很多人也在传 对不对 再来賴清德也道歉 行政院长道歉 你也可以针对一点 这个议题救了柯文哲 可不可以阵风去蹭一下 因为看起来他就蹭 不过回头来说 我觉得今天谢荣 他不是发了所谓的拍影片道歉吗 我说在这个影片 我连看都不想看 如果你真的有gaz的话 你就自己出来道歉 十一月四号发生那一天 你为什么不道歉 李宇翔爆料资料拿出来的时候 你为什么不道歉 你要等到总统出来道歉 行政院长出来跟国人道歉之后 你才做到道歉 难道你比总统还要大吗 而且我刚刚小一节有说 有人怀疑说这个影片早就拍好 而且人根本不在国内 我跟你说就是我啦 而且我怀疑有评有据 礼拜三的时候 不是有独家报导吗 他说谢怡荣他表示说 他要离职 而且出国去陪小孩 后来这个新闻不见了 那后来有媒体在追问去 他说赖群组 他有回应说我没有要辞职 中央社问的啦 对 中央社问嘛 但是重点是这个消息怎么来的 对不对 而且现在有很多台湾 你为什么不出面拍 那你人到底又联系不到 你人到底在不在国内吗 如果不在国内 我也希望相关大部分 可以去出证明说 他人到底在哪里 因为检察官为什么会有一个新闻 说启动防淘基金 对啊 这就很贵啊 这个很奇怪 找不到人 找不到人 很奇怪 中央社的赖友回 整个劳动部找不到他 他是透过赖友 不读不回应 这真的很奇怪的人 所以才会启动防淘基制嘛 对 何佩山本来说 他周五要会出面道歉 结果他只拍了影片嘛 甚至现在大家都怀疑说 这个影片是不是事前拍的嘛 所以为什么整个劳动部 包含何佩山都因此下台 总统院长都道歉 賴清德还道歉两次 只有他找不到人 就表示自己心虚嘛 他知道接受 接下来会接受司法调查 所以才真的要真相处理 真相告诉给大家 到底是怎么死亡的 太离谱了 今天影片有向哪里 哪里有向道歉 有法律上的奴隶 他就是 他就是在做法律上的奴隶 我这样讲 我这样讲 不是我霸凌的是同人 因為喔 因為因為他的检举函 真的从今年二月 开始真的很多 而且他检举的内容 是从职场霸凌 一直到有沒有奴隶 這件事情都有 所以所以他二月到现在 已經十一月了 是 然後然後我在讲 他所给的这个法律上的声明 其实好几点都在回复 这个人家检举函的内容 特別是关于土利 還有採購的部分 所以他已经意识到 他的问题 不是只有单纯在职场霸凌 那件事情 是已经到其他项目去 所以他在做的是法律上的公法 我要问的就是说明玉 所以啊 刚开始这件事情 我看到有的政党就建立新型 就开始 你們執政怎么样 其实我也觉得 讲实在话 何佩山他当部长 这件事情他当然要负责 绝对要负责 就像我当时 当花蓮火车出轨事件的时候 我今天可以把这个事 讲出来没关系 当时林佳隆 我们两个一起坐飞机 去花蓮要救灾的时候 佳隆在飞机上跟我讲 郭勇 我看我要辞职 因为我们要坐飞机到花蓮的时候 我们已经得到讯息 已经死亡20个人了 我们后来到了现场 知道死亡40几个 花蓮火车出轨事件 当时在飞机上 林佳隆跟我讲 我必须负政治责任 已经有20个人死亡 不管这个事件 跟我是不是 我指挥怎么样有关系 有没有直接关系 事实上没有直接关系 是因为那辆工程车 冲进去了 可是他说 我要负政治责任 所以 仲南 站在 何佩山大家好朋友的立场 我也认为他要负政治责任 所以他的辞职是 应该的 他辞职 那政务次长应该要辞职 那王航班已经辞职了 许传胜也非死不可 许传胜应该辞职啊 因为 整个事情大家都觉得 他关系最大啊 部长辞职 政务次长也要跟着辞职 这是要一起下台的 所以我要问的就是说 所以从这里我要讲的是说 这些问题 当大家 有人在担责任 至少要担一个政治责任 对不对 可是这里 新北 台北 新北 台中 这么多事件出来 有人担责任吗 你看 台中市的卫生局长 真卫生局长怎么讲 齁 该员工负责文书 档案短理工作 工作认真 为了完成工作 会有加班的情形 所以呢 绝无职场霸凌 是这样子 所以我要问的就是说 这个职场霸凌 难道真的 只是这一件吗 还是 我们真的要全 全面性的来注意一下 所以 行政院长讲的没错啊 我们要发动 全面性的要来检讨这些问题 这哪里错了 应该没有错啊 我真心觉得这个事情发生 你会觉得时代在进步 像洪仲鳩事件 也是一条人命 后来我们就废除了军阀 然后也关心了 开始这个军中霸凌的事件 然后这个前几年的me too事件 也大家正视了这个性别平等 平权的一个问题 那这次公务员之死 这个整个烧起来 那所以就等大家在重视这个职场霸凌的问题 那现在看起来 其实就是一件一件一件 就像me too事件一样 现在就是开始大家会勇敢站出来发声 那包括今天这个什么台北市的社会局 也有了 那还有什么这个郭 那个包括还有一些像台中市政府 还有这些就一件一件的出来 台北市政府 对 新北市政府 新北啦 还有台中市政府 对 尤其新北市政府 你看这是联合报的报道 那个台中市这个案子 他家属是今天跳出来说 他是被霸凌 对啊 那个发生在去年八月三十号的那件事情 已经讲了被霸凌啊 他的家属今天出来讲 所以啊 然后再看啊联合报都讲啊 天南地北不到双北啊 所以到了双北 这些新闻就被押住了吗 所以啊 霸凌一年七十二件 二十七岁女科研坠楼王 这一些 我不相信事情是这么单纯 所以我要讲的 怎么样来面对整个的问题 当然了 就是说 尤其这是发生很多的单位 大家觉得不可思议 尤其是劳动部 劳动部你是主管整个劳工的业务机关 那没想到你劳动部自己带头 带头这个 比如说打假卡 那这个逼的员工必须要打假卡 然后还超时工作 那超时工作的时数 不是十二个小时 是十五个小时 从早上五点一直到这个三更半夜 然后他六日还要再去 奇怪 所以你而且而且这个就等于说 你是劳动部 你劳动部 那我就我就我就问嘛 你以后哪有脸去去督查 去抽查人家这个民间企业 我真的不客气的 我不是在包讲我自己 当我在办公室批公文 因为有时候礼拜二礼拜五 立法院总咨询 等到总咨询结束六点的回到办公室 公文这么一叠 我总要批到完 我第一件事做什么 你知道吗 我把我旁边秘书全部赶回家 我们那些秘书 每个都可以出来做 我把你们不要陪我 不要部长没下班 你们都不敢下班 全部给我回去 因为你没关系 我这边屁公文 你们坐在那边干什么 我都看过回去 我真的看过回去 我们那些 当然我会留下一个随父 他是保护我安全 有时候这个随父 因为他的职責就是要跟着我 所以他是不能离开的 除了随父以外 我都看过回去 我秘书都赶回家 我意思就是说 你真的有盲成这个样子吗 真的 真的有盲成这个样子吗 我实在不相信 然後再看到黄國昌的这一些 我最后再讲两个点 就第一个除了就是说 这个劳动权之外 大家很难想像 你是主管劳动业务 結果你自己带头加班 还不准人家这个这个加班 不打還打假卡 逼得人家打假卡 這個是属于伪造公文書 那第二个就是说 其实你劳劳动部 你明明就有离宪權 結果後来你是第一个 就是那个谢宜荣 还包括了就是说你什么假日 还要这个什么五分钟十分钟 马上立刻回减讯 他自己也带头去违反法 那第三个就是说今天也有 李宇翔也这个直接在爆料 他说事实上 刚不是有讲到 这个有人去投投诉给李宇翔 李宇翔就反映给王安邦 就王安邦在二月的时候 去约谈了 去约谈那个谢宜荣 结果没想到谢宜荣 转头过来在六月八号的时候 他是二月约谈他的 就王安邦反而先走了 走了之后 谢宜荣回过头来 再开六月八号 开了一个会 开了一个会以后 他的这个态度 非常的非常的这个跋扈 他就讲说了 我的领导风格不会改变 我压力只会越来越强 然后未来要求的事情 你绝对要落实 那如果说你还会 反正绝不相怨 然后他的意思是说 我的风格我不会改变 而且我压力只会越来越强 所以代表说王安邦 约谈他之后 他口头讲说 他口头跟王安邦讲说 我会改我会几年盛行 但是回过头来 他又假传圣子 因为这个主席 这个主席就是谢宜荣 他去开会的时候 他还假传说署长说 我的风格不会改变 所以你就觉得说 他哪有检讨之意 所以易善 所以看到这些 所以我要特别再看看这里 你看台北 新北 台中 看到这些 你再看看黄国昌 好像他们都一直要倒向一个 那黄国昌自己 这下子也翻船 所以怎么来看这个事件 这个事件是单一事件吗 只有中央吗 只有劳动部吗 职场霸凌不分中央地方 不分公部司部门 但是要讲的公务人员 跟劳动基准法 不一样适用的范围 因为公务人员适用 是公务人员服务法 为什么会所谓的工作 十二个小时 然后打卡还要正常打卡 一定是他们加班 时数已经不够分配 因为公务人员体系里面 他们加班时数是有限制的 所以因为根据预算 所以他一定是强迫 这无姓员工你要做完 但是我不让你所谓的加班 所以他才做了 所谓的打假卡的动作 这第一点 所以未来整个公务人员服务法 要不要修改 甚至整个的投诉体系 一般职场你在做投诉的时候 可以投诉给各地方政府的劳动局 劳动部会去处理 会去管 但是公务人员 他们不是适用公务劳动基准法 所以他们没有地方投诉 所以只能投诉到黄国昌 只能投诉到黎玉祥 这些单位里面去 这都不对的 整个行政院应该处理一个体系 让所有公务人员可以去做投诉 另外我要讲的是说 我自己在台北市政府就发生过亲身的事件 不是我啦 其他员工 而柯文哲是怎么讲的 柯文哲说 再自杀几个 你们就会动起来了 这个就是柯文哲那时候的态度 而面对这样的事情 柯文哲是这样的态度 民进党是什么态度 我还是要肯定整个民进党的执政团队 他们至少有能力 有这个自信去面对这个问题 但是柯文哲竟然是叫公务人员 再去自杀几个就好了 所以提到柯文哲 柯文哲这个人 没有同理心 所以当就是益善刚刚讲的 当柯文哲在当市长的时候 台北市政府也有员工亲身 柯文哲竟然说再多几个 你们就知道什么了 就知道什么叫压力了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这个柯文哲真的有问题耶 他的思想真的有问题 而他的思想有问题 现在他面临的问题会更大 为什么 因为朱雅虎是不是认了呢 北准同意拒保停压 哦 同意拒保停压那表示 他是不是河盘拖出了 或者是想转为污点正人呢 看个相关报道 穿着白衣黑裤 脱着缓慢步伐 前顶月开发董事长朱雅虎 在儿子的摻扶下 终于走出台北看守所 面对媒体询问 双唇紧闭不发抑郁 法院二十二号裁定 在看守所住了五十五个晚上的 朱雅虎以两百万元交保 他也是继吴顺民之后 第二位聚保停压的金华城案被告 而在朱雅虎重获自由之前 他的儿子跟律师早就准备好现金 在法院等着办保 几年正办金华城容积率弊案 在朱雅虎的部分 因为涉犯行贿罪遭到收押禁件 但经过多次借题询问 检方认为他已经充分陈述跟答辩 申请聚保停压 律师分析朱雅虎的公辞和提供的资料 对柯文哲来说恐怕是致命一级 金华城案不断延烧 在押的被告包括柯文哲 彭正生 印小微和沈信金 四人通通都已经严压 而朱雅虎和吴顺民则是分别 以两百万元和五百万元交保 最后一名在押被告 也就是柯文哲的大帐房李文宗 二十八号擠押期将满 检方在二十二号出手申请严压 将在下周二开庭 所以朱雅虎聚保李文宗严压 怎麼一回事 這個叫做阿伯出事了啦 這個阿伯其實已經出事很多次了 但是這次出的事情呢 看起來會對他雪上加霜的情況 會再更雪上加霜 為什麼這樣講呢 因為今天呢其實兩個人的這個待遇 是完全的天差地別 哪兩個人呢 在柯文哲的案子裡面 關鍵的人一個是朱雅虎 一個是李文宗 他們兩個的角色有什麼不一樣 朱雅虎代表的就是行賄的那一方 幫沈慶欽作為行賄那一方的角色 然後呢李文宗扮演的是柯文哲的帳房 兼代表柯文哲喬世勤的角色 所以這兩個人怎麼會有完全 不一樣的際遇呢 什麼意思 今天兩個人的狀況 在朱雅虎的部分呢 竟然是可以讓他兩百萬交保 所以他今天非常輕鬆的穿著簡單的衣服 跟假假托他就出來了 出來他就可以回家了 所以對於朱雅虎來講兩百萬交保 然後你看北檢怎麼說的 他說北檢審酌相關的犯罪事實 在羈押期間內已經讓他 朱雅虎充分陳述跟答辯 所以他雖然還存在羈押室友 但是沒有羈押的必要 意思就是他該講的幾乎都講差不多 他幾乎都糟了啦 其實所謂的羈押室友就是說 會不會逃亡而已啦 可能會逃亡 因為他的家人都在國外嘛 所以有這個室友 但是沒有羈押的必要 因為他都已經核盤脫出了 是這個意思嗎 他都已經講出來了 也不怕他在外面再串陣了啦 所以他說這個其實沒有羈押的必要 所以在朱雅虎的部分呢 他今天很輕鬆地走出來兩百萬交保 可是另外一個人 大家前一陣子也在推敲說 他到底有沒有把該講的東西都講完 為什麼 因為在柯文哲案子裡面 大家本來在看他政治現金案 檢方可以去扣押那三千八百八十三萬的時候呢 大家認為說李文中應該講了很多的事情 所以才讓檢方可以去扣押 結果沒想到他今天檢方申請 再繼續壓他兩個月 再壓他兩個月表示什麼 表示你很多話還是沒有講出來 所以在這個時候 大家認為說他第一 他除了該講話沒有講完之外 第二個橘子還在外面啦 有些資訊橘子沒有回來 跟你就是對不起來 既然對不起來的話 那你們就仍然有串陣的可能性 所以在這個情況下 兩個的命運大不同 也註定了阿伯在這件事情出事再出事 所以我要請教一下名譽 這句話相當有意思 沒錯 檢方認為李文中的公辭跟柯文哲起義 對 所以換句話講兩個人到尾巴 且柯的秘書許子瑜 橘子人在境外 所以有拘押必要 我覺得重點 這是第一個重點 第二個重點 當然是橘子 這個有意思喔 當然就是說 對比李文中跟朱雅虎的這個程度 朱雅虎是這個行賄的部分嘛 那你看李文中第一個 他除了說違背職務收賄之外 他還有刑法的公益侵占跟背信 那所以看起來喔 就是說朱雅虎你只針對精華成案 李文中其實不只精華成案 他還包括了有政治獻金 他還有眾望啦 新故鄉啦 還有木可啦 還有洗錢 還有洗錢的部分 所以等於說他的案子是非常多 而且跟柯文哲是息息相關啦 那當然這個今天檢察官 檢方還有申請 申請也押的還有一個理由是說 他跟共犯 其實不不只柯文哲啦 他是說跟共犯還有證人的公訴 是奇異的 代表說他沒有老實啦 公爲就是也許跟沈靜晶 跟柯文哲 跟彭震生 跟應小威這些人的公辭 是有不一樣的 所以他認為他是說謊 那當然還有一個許止於人在境外啦 那我最後要講的是說 朱雅虎為什麼今天他可以兩百萬聚寶 當然就是有媒體說什麼 他全都認罪了 那我必須要講說 朱雅虎第一個 他當然他是公認 就是說那個七個人 一個人三十萬兩百一十萬 這叫錢金 錢金的部分 這個是等於說目前為止最明確的 最明確他公認 就柯文哲不只是收賄 不只是土裡還有收賄 一個最大的一個這個證據 那再來就是說 外界認為朱雅虎就是涉案的啦 他比較前期的部分 包括他寫信給這個蔡碧如蔡傑啦 那另外還有就是說 他是這個到五百四四十的這一趴 那等於說五百四五百六五百六到八百四後段 因為他被這個 他被這個審計已經調到中國去了 等於後段這個部分 他有沒有涉入 我認為是他的涉案程度是比較小 所以等於說朱雅虎前期的部分 他已經完全公認 然後肥檢認為 你都已經大概講得差不多了啦 所以認為說兩百萬應該可以放他交保 所以佳凱是 錢金後謝這一千五 也許正在追金流 縱然沒有金流 你要知道 要求期約收受 請求期約交付 這六種行為 前三種是一個 一連串的行為 後三種也是一連串的階段行為 階段行為 你只要要求 縱然沒有拿到錢 就是貪污罪了 對 就是十年以上 或者是給你 期約 他同意了 什麼時候給 縱然還沒有給 也一樣是十年以上的 第四條的貪污罪 對 沒有錯 所以換句話講 這對阿伯是好啊 不要大家都說 哇 致命的重擊 真的嗎 當然是致命重擊 我覺得現在看到今天 朱雅虎交保出來 以及李文中在討論 是要不要掩壓的議題 現在民眾黨對於這兩個人態度 我覺得對朱雅虎 你要去提防說 他到底做了哪些事情 他才可以交保出來 以及李文中 他到底還沒有透露哪些事情 至少你們對李文中 還可以放心嘛 對不對 但我覺得李文中 那個朱雅虎出來 當然嘛 他的家人一定很開心 但是我認為 你們應該放在重點是 李文中到底會不會言 我相信民眾 內部一定有個態度 對不對 他們態度也很清楚 他們相信 而且他們不是沒有證據 可以尋 我跟你說你們可以找證據 哪些 上個禮拜不是在討論 木可被扣押這件事情嗎 那木可的負責人 到底沒有收到來自法院的裁定 裡面的內容寫了什麼 我相信裡面的內容 應該會假設李文中 被延壓內容 應該會差不多 有重複性的地方 所以這個東西 我相信民眾內部 已經對李文中 會不會延壓一定有知情 大概的角色了 但是目前看起來李文中 還是跟柯文中 看起來是站在同一條船上 所以這個部分 我覺得民眾的黃國昌 黃山他們都是可以放信的部分 但是如果這個朱雅虎 今天消息傳到李文中的額裡 說我因為怎麼樣 所以我交保出來的話 因為看起來金額也不大 李文中有沒有機會 跳下那艘船 或是跳下那個海裡面 我就是有機會的 所以我認為民眾要擔心的是 李文中 會不會他的律師 有沒有跟他在見面的過程裡面 輸入什麼 討論什麼 我就會攸關柯文 你意思說律師會不會 跟李文中分析說 叫他當污點證人的意思 類似就是告訴他 我不知道可不可以 站在法律角度 當然可以 律師當然可以跟他商量說 在這種狀況之下 因為你如果在偵查中 還有在第一審審判中 而自白的話 是可以減輕其刑 我相信這個東西交保出來 所以承認犯罪 在偵查中承認犯罪 是可以減輕其刑 這個是我要讓大家了解 法律就是這麼規定 所以換句話講 哇這柯文哲不好 看起來不好民鳳 對啊 因為朱雅虎我們記得 他第一次這個就是 就是沒有被羈押 那大家都認為 他是兩百一十萬 都已經講清楚了 可是他後來第二次應訊 就被壓起來了 當時壓起來理由是什麼 因為你沒有講完全的實話 沒有就是你除了交代 那兩百一十萬以外 其他的沒有講 他因為其他的 所以我把你壓起來 其他的講法可能涉及什麼 可能涉及行求 也就是說他說 你幫我做什麼 我給你錢 行求 或者是 有期約 講好了 講好了 這期約的事情他也許知道 所以啊 如果期約 行求期約 或者是要求期約 縱然後面的金有沒有找到 照樣是貪污自罪條例 第四條裡面 照樣成立十年以上 無期徒刑或十年以上 過去徒刑 以前還加一個死刑 實刑無期徒刑或十年以上 過去徒刑 所以換句話講 欸 他這次是不是合盤拖出 對 所以說先驗問 就是說你當時被壓的時候 檢察官認為 你沒有全盤拖出 那你這次可以 據保這個出 保釋了 那你是不是表示說 你該知道 有該講的 都講了 這就是柯文哲 你事情大條 你事情壞了 你 如果以這個來講 那李文中會不會看到 朱雅虎交保 心有酸酸的感覺 會不會因為這樣子 他還想要當污點陣人 大家都沒想到 有沒有可能 當然會影響到李文中 因為現在是李文中 跟柯文哲的證詞不一樣 那李文中如果看到朱雅虎 都已經講了 那他的證詞應該跟 我相信他會跟朱雅虎一樣 所以囚犯理論已經有破口了 囚犯理論是大家都打死都不認 大家都無罪 問題是有一個人承認了 那就破口就來了 是不是這樣子 對啦 首先他有這個訊息 當然他的律師會告訴他 但我覺得這個涉案的程度 跟複雜度不太一樣 因為李文中 不是只有金華成這個案 李文中有太多了 包括可能有洗錢 包括透過木殼洗錢 所以他不是只有金華成 這個什麼前經後瀉 這件事情 還有包括柯文哲的政治獻金 有沒有洗錢 這件事情 還有包括他的這個 其他的費用 所以李文中的案子 是比較複雜 但從朱雅虎被放出來 這件事可以看到一個什麼 表示第一個 因為沒有錯 第一次檢方沒有壓他 對 第二次檢方壓他 就覺得說 因為這金額很大 那你這麼大的金額 你才講一個這個兩百一十萬的這個 好像這比例上不太一致 而且覺得你沒有講清楚 我覺得應該是他大概都已經講完了 把他知道東西都說出來 所以檢方覺得說 你錢都差不多了 有一句話 我來提醒觀眾朋友 朱雅虎不是說 一個人三十有七個人兩百一嗎 對 然後後面還加了一句話 大家記不記得 這個神慶經很小氣 換句話講很小氣 會不會已經有講好 結果你很小氣先付個兩百一 所以叫做錢金 你要看到那個裁定書裡面寫錢金 換句話講說很小氣 都已經做完了 你錢金才給個兩百一 所以所謂的很小氣 會不會是這個意思 現在大家在猜 所以我提醒一下 會不會是這個問題 我也不知道 我真的不曉得 但是站在律師的立場 我們會懷疑說 是不是從這裡突破 或者檢察官從這裡突破 因為很小氣 很小氣 只給兩百一 或是當時講的不是兩百一 如果當時講的不是兩百一 那就是有期約 兩個人是講好的 是不是這樣 所以議長 會不會有這個問題 現在大家在猜 如果是這個問題的話 這樣對柯文哲就很不利 從上一份所謂的頂月的 金華城土地的裁定數 我們可以看到 除了兩百億還有另外一個 叫做一千五百萬的部分匯款 這些東西可能都是豬牙虎土石出來的 而一千五百萬的匯款 跟李文中為什麼有關係 兩間公司跟他有關係 第一個叫做木可公關公司 木可公關公司三千八百萬 也被扣押了 為什麼呢 因為木可公關公司成立的時間 叫二零二二年的十月十四號 跟所謂的豬牙虎拿了一千五百萬 給柯文哲的時間 應該說審慶金給的時間 叫做十一月一號的時間 在前面 後面有一個重望基金會成立的時間 叫十一月二號 這兩件事情都跟所謂的李文中有關 李文中如果不吐實很簡單 你的重望基金會 你掛的是董事長 你成立的基金額度叫做一千萬 你一千萬拿來的你不認就是你收受賄賂 為什麼 他同時那時候叫做捷運公司董事長 也是公務人員 你身兼眾望基金委員董事長 你拿了一千萬去成立的一個基金 錢如果是豬牙虎給的 你不推給柯文哲 就是你李文中要擔任 擔下這個收受賄賂的錢 木可公關公司是你妹妹做董事長的 如果你不吐實這些錢 除了所謂的侵占罪之外 全部是李文君要扛 所以李文中李文君真的沒有要吐嗎 我覺得要吐 剩下沒有吐的叫做柯文哲 所以叫供辭其義 所以必須把李文中繼續蓄壓下來之後 跟柯文哲讓柯文哲吐實 除了所謂的犯罪行為之外 重點來了 許子人在境外也寫在這個裁定書裡面 犯罪行為現在說真的連210萬就可以起訴了 但是為什麼一直要壓柯文哲 一直要壓李文中的原因 甚至要通緝橘子的原因是犯罪所得 錢現在跑到哪裡去 一定有訊息跟簡連講 現在橘子知道錢在哪裡 所以必須讓橘子回來 他們才可以把這些犯罪所得 回過頭來交給國庫 因為在每一方錢都不是柯文哲的 而是臺北市政府的 我要問的是一件事是說 有現在有很多人在猜說 兩百一十萬太少了啦 所以兩百一十萬不會構成 我告訴大家 以前有通姦罪的時代 請問通姦一定要十次八次嗎 我告訴你一次就通姦了啦 一塊錢就貪污了 一塊錢就貪污了啦 所以啊 以前最高法院曾經有說 到底是九刀斃命還是十刀斃命 最後呢是開九槍還是開七槍 為了這個炒半天 最後那結論就一件事嘛 不管開幾槍 你一槍斃命也是也是殺人嘛 十槍斃命也是殺人嘛 所以難道一槍斃命就沒事嗎 難道只拿兩百一就沒事嗎 所以換句話講 其實單單講了 單單兩百一 如果這兩百一是匯款是錢金 就夠了嘛 一次就夠了嘛 為什麼一定要很多錢呢 對不對 所以啊 你柯文哲賣的 正經有什麼比外國還要賣 叫大賣 其實坦白講啦 其實不管是兩百 很多人就覺得說 怎麼可能只有應小威都拿了四千五 現在已經加到五千多萬了 那怎麼可能柯文哲 只有一千五 甚至再加這兩百一 大家會覺得這個 好像太少一點 但是啦 不管是兩百一 或者是一千五 要看財定書 要看這個起訴書才知道啦 但是儘管這個錢金兩百一 這個朱雅虎今天已經招了這件事情 對啊 朱雅虎招了 柯文哲就招了 對 所以說 因為這金額不論大小嘛 你這已經 這不只是圖利 你已經是收費 這個部分是板上釘釘嘛 那我們還不曉得說 朱雅虎到底還招了多少 全都認了 那這個檢察官認為就是說 你已經這個 已經充分的陳述跟打變 所以才願意讓他出來 充分陳述及打變 所以換句話講 柯文哲 大家不要以為說 只有兩百一不成比例 我告訴大家 你就是收費一塊錢 一塊錢都有 不要說兩百一 更不要說不成比例 不成比例是人家給他比較多 柯文哲比較笨 不會要得多 也許是這樣子講 也是另外一種講法 這種講法對柯文哲也許不公平 但是難道兩百一就沒有罪嗎 當然有啊 而且老闆很小氣這句話 他搞不好人家有一段話 是什麼呢 他為什麼老闆很小氣 因為柯文哲本來開三百 然後對方打七折 所以最後剩下兩百一 你怎麼知道人家有沒有 這句對話內容 對不對 所以我的意思是 我們不是在懷疑說 柯文哲一定後面跟人家齊約什麼 但是從這些證詞裡面 從法律來講 可能是有齊約的這一些 公辭都已經出來了 會不會這樣子 當然會啊 為什麼 因為你光是從現在 我們剛剛光是看到這幾句 傳出來的話 這些對話 這對話內容 其實等於是說其實之前 就已經有看到了 那個LINE的對話 比如說這個什麼感謝感謝五百六 這些東西都是很明顯的齊約 所以這個兩百一 我們講前面老闆很小心 現在還是另外一段 所以這個有兩百一跟感謝五百六 這個本身看起來就是一個對價的關係 在 所以這也是為什麼大家在講說 其實珠牙虎的證詞的部分 對於有沒有收費這件事 他已經講得很清楚了 只是 只是大家不滿意的是 收費的比例到哪裡有多少而已 所以是即便那一千五都要講的是部分匯款 所以真正的問題已經不是在於說 他貪污有沒有構成了 現在是貪污這件事大家確定他有構成 但是問題是說大家對於整個案情的想像 非常的大 因為畢竟是一個兩百億的案子 所以 佳凱 以前有個判決 大家覺得很離譜 可是後來說 原來法律就是法律 因為不是有個歐巴桑 經過人家家門口 摘了一朵花嗎 結果變竊盜罪 一朵小花 竊盜罪 當然罰金一千塊 那一朵花一千塊 請問你偷一千萬 偷兩千萬 偷一億偷兩億 跟偷那一朵花 通通是竊盜罪 只不過是以後 判刑的輕重而已 所以換句話講 兩百億就不構成賄賂嗎 當然還是構成啊 當然構成 而且簡傳官要起訴你 其實一個理由成立 我就可以起訴你 我幫大家回憶一下 我剛剛講到木可 不是扣押3883嗎 那個事件的時候 民眾黨的發言 他們是怎麼回應的 我們柯文哲主席 沒有侵佔任何政治獻金 不好意思 我們說扣押三千八百八十三萬 也不能說你侵佔啊 怎麼那時候 跳出來主動回應說 我們沒有侵佔政治獻金 是不是法院你們收到 那個木可公司收到的法院 裁定書裡面 是因為有寫到 可能疑似侵佔政治獻金的部分 這個可不可以起訴 可以起訴嘛 那顯然那個是起訴的話 那就是犯罪所得 因為犯罪所得那才會扣押 扣押以後接 然後跟接下來就是根據刑法三十八條 宣告沒收嘛 對不對 這個是很清楚的法律嘛 所以當然要扣押 為什麼扣押土地 因為他認為他的容積率有問題 所以這就是你的獲利 所以要扣押嘛 扣押就是要把你的獲利 把你的犯罪所得要宣告沒收 所以當扣押了三八八三的時候 也就是說木可公司的這些錢 是要沒收的 他才能夠扣押嘛 就是這樣子嘛 不就是這樣子嗎 而且重點是北檢提出 是法院認定了沒有錯你 這是犯罪所得 所以我要扣你 對不對 要不然法院我可以補 我不要啊 所以現在關鍵是這樣 就是那個笑話嘛 那個陳志涵覺得是檢查 又是檢方的認定 那其實是法院才定書啊 法院才定 那也就是說 他一定說服法院說 這是犯罪所得 所以我要扣押嘛 扣押等到宣判以後 請法院你要宣告沒收嘛 其實就是這麼簡單嘛 沒有錯 事實上我們現在 所有掌握到的訊息 就是從不管是 他們自己去抗告 後來出來的裁定書 還是北檢去要扣押這個頂月 應該說金華城的土地 以及要去扣押木可公司的 三萬八千萬 其實都很清楚 有好幾個案子 現在都很清楚 就是不管你是收兩百一十萬 一千五百萬 五百六十萬 還是還有更大的比 都沒有那麼重要的 因為很確定了 你柯文哲有收賄 第二個 你有圖力給這個金華城 第三個 而且你們是事先講好的 現在關鍵在最終的一個人 對 現在關鍵在最終的一個人